又移民 又买海外楼 成为这大半年 不少香港人的人生计划 鬼咩 我们的揽炒之母处理肺炎事件 吓得港人大逃亡 在疫症之前 我们就飞一转曼谷 一口气比拼三个新盘楼花 游楼盘和环境质素 交通 租务回报三大因素 看看哪个性价比最高 香港人就喜欢来泰国度假 也都喜欢来泰国买楼 我们全球流行港楼 当然要看下项目 今次就来到特勒布BTS站 看一个项目叫做UNICON 它的发展商是日资发展商 究竟它的质素是怎样 不如我们进去看看 现场所见 发展商提供了三种户型的示范单位 这里就是UNICON的一房单位 面积就是259尺 售价的话就是港质65万起 大家看到的傢俬电器都是全包 就比较适合泰国的中产人士 除了一房 还有两房一厅 还有复式 这个单位分了上下两层 总共大约546尺 楼底有成4.8米高 配置吊灯都不会有压迫感 单位或即上下层的客厅连接小露台 谢谢大家 Johnny 我想问一下 其实地地公司都投资近5亿 在这个项目 都建了超过700伙 想问一下 其实为什么会投资在曼谷 建这个项目呢 其实我们公司 Click Group 由本公司都很看重这个曼谷市场的 这几年 我都在找机会投资 入这个曼谷市场 结果给大家找到一块地 近BTS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 近BTS是一个很更难的 这个快地 我看你们其实整个项目 都挺model 设计算是挺年轻 还有看到有这个 所谓的复式单位 不如我们上去看看 复式单位是怎么样的 我看见其实这里 日光也挺好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 这里没有厕所 如果要去厕所 不就要走到楼梯 有线 我们都希望做一个厕所 但结果我们看到设计 会大一点 因为价钱就贵一点 所以年轻人 其他很可能 至于交通方面 最理想的是 走到BTS站 或者MRT站 在5至7分钟之内 尤其在泰国 一年365天都这么热 10分钟已经是极限了 我们现在就在Unicorn的地盘 发指商说 走几分钟就到BTS站 那我们当然要计时试 是否真的要测试 行不行呢 现在我们就发指介意的事 喂 走啦 这一区呢 这一区呢 全部都是平房啊 矮屋啊 好像未发展的区域 前面呢 就好像只有一等高楼而已 不过说真的一句 这里的 周边的环境就好像 一般的 哇 这里还有一个 渠啊 是不是渠还是河 河啊 都挺骯髒的 其实路面都算干净啊 我觉得 路面都算挺干净 只是刚才有一条渠 比较骯髒的 哇 真的 都挺近的啊 但是又没有什么人搭 好像 好了不如看看我们 究竟使用了多少时间 是4分15秒的 4分4分 4分多钟就到了 所以到应该都可以了 未来还会建立地铁站的天桥 而政府也批准了 这个由日本和泰国发展商 联营的项目 出去市中心CM 坐BTS站 大概30分钟左右 楼盘已经取得EIA批文 可以动工 预计2021年底 就可以完工了 附近还有Family Mark 和商场的墨 不过就要行10至15分钟 至于租金水平 他就说服饰单位 可以租到3万5千泰银 就是一年600%的回报 所以我们先帮他们允计客 帮他们稳定 如果有些隔了两年 如果客人要继续帮他们服务 都可以 在泰国 我们可以用Heatflat 这个大型平台 去测试一下 发展商口中的租金水平 是否真的 Unicorn 同区相近等级的楼盘 虽然不是複式单位 但面积大多10平方米 是楼宁两年的半身盘 两房两次 只是租到2万5千泰银 终枯而言 这个楼盘质素不错 不过环境就好一般 商场和便利店的距离 还可接受 如果将来有接驳 天桥去到BTS站也很方便 租务回报 以同区二手回报计 最免到有6厘 看完Unicorn 我们就去Ideo系列的新盘 目前Ideo系列 已经推出了18个楼盘 而这个新盘就轮近MLT BANG Plug站 示范单位同样开积三款 这个项目是单栋楼 楼高38层 总共是1424伙 三个项目里面 火数最多 经过香港的劏房之城 横海东岸 不过也有6部电梯 平均237户用1部电梯 明年年底员工 MIRITA 其实选楼最重要的都是 地址 在泰国希望有大型商场 你觉得这里有什么售价 因为这个同区 本身没有幅式单位 所以这个真的是特色的特色户 当然这个是有一房两房 而且身后的景色是河境 当然价钱非常吸引 因为本身同区来说 它都算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价钱 比起同区的价钱都要为低 MIRITA就说 在泰国买楼最重要是有商场 没有商场就要有超市 没有超市最少都要有七仔 商场在附近也都很重要 因为基本上泰国来说 那些人喝水 通常不会用水龙头水煲水 通常泰国人会用脂装水 买水回来喝 所以他们通常附近 都一定会有七仔 又或者是超市 我们当然去看看附近有什么配套 MIRITA 它后面的地盘已经动工了 是的 是不是已经拿了EIA 没错 因为拿了EIA才可以动工 预计完成的时间 大概是2021年的Q4 但其实附近都有超市 好像很近 不如我们计时究竟 去超市要多久 你先计时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好了我们用了多少时间 我们慢走用了三分钟左右 另外他也提醒 不要盲目相信保证回报 我们都觉得实际出租会比较实在 你会知道租客是什么人 你会有租药在手 有关联系 有所有资料在手 你这个才是真正的回报 说真的 是否保证你都不知道 最后我们当然实测行去MRT站 最后用了四分半钟左右 目前这个站还是试行当中 这里去CM市中心 开车大概半个钟左右 在Heat Flat和类型租金水平 一房三十平方米 租到一万泰铢左右 这个楼盘质素还好 正在隔壁有大型超市 不过去BTS站也要五分钟 要扣少少分数 租金回报以同区二手回报计 账面都有4-5厘 比Unicorn还要低了少少 说这么快 到第三个盘 是人口极度密集的民生区Niche Mono 亦是CBD的大学城区 现场示范单位有两种 包括大约549尺的两房单位 和一佳一房 这个是一佳一房单位 面积409尺 售价港元79万左右 而它另一个售价就是 MRT站在门口 不过目前只有牌 还未动工 如果开车去CM 都要40分钟 就算MRT站开通了 都要10个站才去到CM 周边的配套 我看起来很像民生区 因为很擠 很密集 人口好像很密集 因为在街上看到很多人 很多车 因为这个区 其实泰国人比较喜欢 因为它是一个 进可攻 退可守的区域 去机场很快 出去市区也很快 另外这个项目 如果它走大约12-15分钟左右 也会去到The Morgan 这个商场部 其实这区的租务 缓步是怎样 或者租金租到多少钱 大概租金来说 就是400-450 泰铢1平方米 如果以这个单位为例 38平方米 大概租到15-6元左右 这个楼盘在校园区 附近又有商场夜市 不受没食物没租客 出门口就是MRT站 不过出去市中心 目前是三个之中最远 以同区二手租金回报计 账面又超过6厘 都算不错 目前项目已经取得EIA批文可以动工 不过海外卖家 在购买泰国楼之前 都要查真些发展商的背景